近日有网友爆料 在新白娘子传奇中 饰演白蛇的居静一缺少敬业精神 竟然还喜欢用替身 随后也有不少网友反应 在热血长安里居静一的镜头好多都是替身 还有人扒出他弯腰鞠躬都找替身 很快工作室做出澄清 根本是子虚乌有的 该爆料中不仅指出了居静一耍大牌 还给出了很多实锤证据 称居静一在剧组里面 有睡满12个小时这种说法 并用这种说法频繁的使用替身 居静一使用替身这件事情 也受到了很多汪远的吐槽 像之前热血长安这部剧中 就有十分明显的被观众看出使用了替身 其实每一个演员都会有一个或几个替身 很正常的事 据说赵立友还有32个替身 因为有一些高难度高强度的动作 身单力薄的女演员根本吃不消 所以只能找一些专业的人员代替完成 居静一有着4000年一遇美女称号 长相甜美可爱 年轻艺人混娱乐圈靠的就是颜值 所以作为重点保护 找替身也不为果 要是稍有闪失 小脸蛋有些许损耗 所有代言和通告 前功尽弃 爆料者称 她是新白娘子传奇剧组的工作人员 在拍摄期间 工作人员很辛苦地架灯搭场景 居静一说不拍就不拍了 直接撤退就走 拍戏也是各种作 下雨戏怕凌花妆容不拍 弯腰拜堂戏不想拍 都让替身来完成 还说自己一天必须睡足12个小时 不然不开工 紧接着又有网友爆出 居静一在拍热血长安的时候 本来她就不是主角 戏份就不多 但80%的场景还是由替身完成的 特别是群戏的时候 人都不到场 直接用替身 比安吉拉贝比的抠图还过分 但今天 居静一和新白娘子传奇的导演团队 合作的第二部戏 云上学堂正式开机 她作为女主和一众主创们 都出席了开机仪式 如果她耍大牌 难伺候 怎么还会有第二次合作呢 对此 网友们纷纷为居静一抱不平 认为她都是被人黑的 说她耍大牌 滥用替身都是造谣 至于这次居静一新戏开机 就被爆出这样的黑料 真是耐人寻味啊